教育部将原住民族教育经费预算 其中一亿八百万 那边在五岁原住民族幼儿 就读公私立幼儿园就学补助 另一位高级素媒日前咨询教育部长 质疑既然一般国民都有免学费措施 为何还要区分国民以及原住民 要求这笔一亿八百万 不应该由原住民族教育经费支出 应回归教育部 不是只有原住民的五岁儿童 有受到这个补助 而是只要符合中华民国身份的孩子 五岁都有这个补助 这个部分呢 监察院也曾经行文给原民会 也行文贵给教育部 让究举这个部分 不属于原住民族的教育经费 我们目前啊 五岁儿幼儿免学费的这个部分 有纳列到我们原住民族的教育经费 应该就是说 这个部分应该不是算原住民族的一个教育的补助费 那我们在107年呢 就把这个1.08亿的这个原住民这个经费 就不会纳列到原住民族的教育经费的比率 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办理 教育部表示 教育部表示107年度原住民族教育经费将不会纳编 5岁原住民族幼儿就读公司立幼儿园就学补助 但原民会希望教育部能向下补助2到4岁的原住民幼儿就学补助 学前教育补助的部分 教育部补助的是5岁 我们是补助3岁跟4岁 原则这样 因为我们是希望 学前教育这部分是由教育部来编列经费 编列经费来办理 教育部表示经过评估学前免学费补助仅限于5岁幼儿无法往下延伸 至于5岁幼儿免学费补助将由教育部统一编列 不纳编在原住民族教育经费 记者Marsbya台北市测诺报道